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二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信心松饼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信心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邀请他住进我们心中 我们就可以开始被神的爱充满 圣经上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也就是我们就算做错事了 考试考杂了 比赛输了 生气了 失望了 伤心了 神都爱我们 老师刚开始知道的时候 觉得真不可思议 我不用表现乖 表现好 才会被耶稣爱耶 因为从小 我的爸爸妈妈都告诉我要听话 考一百分才是对的 当我闹脾气时 也会惹爸妈生气 所以我都不敢做那些 他们觉得不对的事情 因为他们一不开心 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 渐渐的 我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在生气 或是难过 我怕别人知道也会不喜欢我 我把我的负面情绪通通关起来 当我一不开心时 我就会躲起来 等到情绪过了 才能再跟别人说话 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 自己跟别人有距离 不敢让别人看见真正的我 信耶稣后 我也不太敢跟神闹脾气 觉得要努力做到圣经上说的那些 讨神喜悦的事情 神才会爱我多一点 有一次听牧师讲到 说神的爱是完全的 不能再更多的爱我们了 因为神的爱已经是全部了 而且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意思是无论我们什么样子 神都爱 于是我试着慢慢练习 让神知道我所有的样子 以前当我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就会不敢跟神祷告 怕神生我的气不爱我 但是现在 我开始让神知道我所有的情绪 越难过越生气 就越要来找神 因为只有神能明白并且接纳我的一切 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能越快平安喜乐起来 也越能感受到神对我的爱 原来当我对神隐藏我自己的时候 我也把自己的心门关上 神在我的心门外 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天父的爱 如果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天父 那我们就不要隐藏自己 让神的爱完全充满我们的心吧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如此爱我 我可以放心的让你看见我所有的样子 求你常常让我感受到你的爱 被你的爱来满足 我的心要时时对你打开 不再对你隐藏 感谢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